我跟妳講 萬年那家店 他就是想要做一些小動作 所以呢 他都沒有招牌嘛 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老闆 他開了非常多店 所以我們業界都叫他 三窟代表他至少有三個地方 都有開店 但現在我聽說啦 應該是六家店啦 我是一個很喜歡抽一般賞的玩家 我抽一般賞的時間至少有三點 我拍的影片大概有四十幾部 都是跟一般賞的關係 拍的影片有一大半部 都是花一兩萬 甚至我最多最多花費的一部影片 是五萬多塊 更不用說我沒有拍影片的狀況下 到底抽了多少錢 大概是影片的三四倍甚至六七倍都有 因為我太愛玩了 所以我其實保守估計我算下來 我抽一般賞大概超過兩百萬 真的假的 再來第二個我有另一個身份 就是我是一間玩具店的老闆 而且專門在做一般賞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店 其實基本上都是針對 不管是官方一番賞 還是自製一番賞 甚至是搓洞洞 都是我在涉略的 所以今天我帶你們更深入的了解 這事情背後所代表的什麼意義 這間店呢 我只能老實的跟你們說 有在做玩具店的老闆 因為我們都會互相資訊 流通還流通去 我們早就知道 那為什麼我們之前不爆出來了 因為有人家都說他有黑刀背景 第二 其實那個店家會告人 有一些其他玩家 客人被搞過 事情都還沒處理完 所以其實 變成說你要有十足的證據 錄影 你才能去說他 那很多人一定會有疑問就是說 為什麼 這個店家他有辦法作弊 我跟你講作弊的方法 其實就不外乎幾種 第一種就是像他說的 但是長籤呢 同時代表的是什麼意義呢 就是他知道籤的大獎位置在哪裡 你只需要多一套籤 你就可以知道 對啊 其實很多人都有在賣籤 甚至呢 線上平台是不需要有籤子的 所以你只要放到線上平台去抽 你就可以多一份籤子了 這就代表說 其實很多人是有能力可以去長籤的 再第二個就是 對於萬代來說 是一個不允許的規則 但是如果他是在告知你的情況下 你還是要抽他的混套的話 就代表你已經接受那個店家的遊戲規則 所以其實也沒什麼好說的 那重點就是在於 他沒有告知你的情況下 混套你抽到 才有這個作弊的嫌疑 沒錯 主要就這兩點啦 那我就要開始打破 其他人所說的解決的方法 第一個 可以數簽 第二個 對序號號碼 第三個 為店家能不能錄影 是不是主要這三點 嗯 那你覺得你只要做這三點 他真的就不能作弊你嗎 如果你覺得真的不能作弊你 就太嫩了 好他的序號是ACYP對不對 然後你也數了一下 好 我這邊簡單數一下 總共抽了42抽 一般來說 萬代出的這種配率表 不過還有幾種形式 80抽 70抽 66抽 主要這三種 那還是有些其他怪怪的數字 你們要再確認一下 現在這個是不是42抽 到底說簽合裡面要有38抽 然後你就去數 欸 真的38張 那這樣抽真的沒問題嗎 序號也對 合得抽出也對 錯 為什麼呢 我教你們怎麼作弊 你只要在其中的這裡面 你是不是都看不到它是什麼東西 那如果我在裡面幾張換上別套的籤呢 這個是不是藍色的底 你看一下這個咒術的 它是不是也是藍色的底 我這套完錯 我把這個G好了 放到這裡面來 放三張 那我是不是這裡多三個 對 那我那邊就會多三張 我就把三張大獎拿起來 是不是數量都一樣了 所以你怎麼數怎麼對 沒有用 所以以上 他們教你的方法 是交給門外漢的 你知道嗎 所以真正能夠避開 作弊的方法 是什麼 就是 尋找有信任的店家 只有這個方法 沒有別的 你再怎麼放 會作弊的 一樣會作弊 我跟你講 萬年那家店 他就是想要做一些小動作 所以呢 他都沒有招牌嘛 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樓 他開了非常多店 所以我們業界呢 都叫他 角兔有山窟 欸 山窟代表 他至少有三個地方 都有開店 但現在我聽說啦 應該是六家店 這應該角兔有六多 那我們之前呢 就有在 他的其中一間店 就有抽到有問題 然後我們以前有 專門在直播夾娃嘛 直播兩次都有進去過 那我們第二次的時候 其實就有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 同樣的也是 一整面 配率都超好 因為開直播嘛 就直接問一下 欸能不能讓我直播拍一下 老闆直接說 欸 你不是也是開玩具店的嗎 不要啦 我這邊沒什麼好抽的啦 你不要錄 你不要錄 我是想說 我喜歡抽跟我開玩具店 其實沒什麼關係 欸第一次去都可以 所以那時候我們抽的時候 那個鏡頭是在非常門外的 所以其實看不太清楚 因為被趕過去 我們那時候以為只是店家單純 不想給人家拍 就是我當下再抽一抽 想說 算了 好像還是不太對勁 還是不要抽好了 那我們抽十抽還是想不到 所以還有三十幾抽 對啊 想說算了 就這樣子 那這時候就有很多人來問 那為什麼那些店家要做幣才能賺到錢 我們這樣子沒做幣 能賺到錢嗎 走 我們回我家一趟 我帶你們去看一下 玩具店的內幕 好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我們的庫存地帶了 你可以看到後面有相當多的庫存 然後這也只是一部分 因為我們還有很大部分放在別的地方 講到一番賞呢 就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最近看很多人不太了解 什麼是日版 代理 或者路版 他們差別在哪裡 為什麼日版它價格可以比較貴 代理多 比較便宜 200多或300出頭 首先呢 日版它怎麼來的 就是我們呢 去日本的店家 日本的玩具店 然後直接買一套下來 或者跟日本的店家談一個折扣數之後呢 把它運回來台灣 然後開抽 路版也是一樣 去路版的店家 然後談回來 那代理是什麼 代理就是有所謂的台灣代理的總公司 他會統一去跟日本的萬代 談一個很便宜的代理批發價 然後再由上面的總公司 批發下來台灣的一些有簽授權的玩具店 所以聽起來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代理會票便宜 因為代理拿到的是 上面總公司談的批發價 而日版呢 是去日本的玩具店 拿到他們的所謂的售價 或售價的一點折扣 那這樣聽起來 大家為什麼都不抽代理 為什麼要抽日本 抽日本有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 因為日本通常他的發行時間是最快的 所以日版出貨時間最快 通常可能會比代理 以前來說會提早個一兩個月 但現在可能不一定 現在代理速度也變快 所以可能提早個 一兩個禮拜到一個月左右 這期間都不等 每一套的速度都不一樣 在日版 有些人可能會有所謂的正直迷失 因為日版的正直是金色的 特別金色的 好好看 那代理的話是白色的 但我說真的 他們的做工是一樣的 就只差在正直的部分 所以主要呢 就是差在速度 有些人可能就是 不想要等那麼久 就想要先抽日版 對 時間就是金錢 沒錯 時間就是金錢 跟那個 迪士尼快通之類的 道理一樣 我們去環球影城或迪士尼 我們都要買快通券 或是高鐵 高鐵也是啊 不要搭火車就搭高鐵 就是速度問題 代理這麼便宜 玩具店為什麼不一定要簽代理 第一個 他簽約他要有數十萬的簽約金 第二個就是 每一套的代理貨呢 不一定玩具店可以拿得到 像有些是什麼 全家新訂 那如果你是有簽約的玩具店 你就拿不到 這就是為什麼 有些店家不太喜歡簽代理的原因 再來 我們囤貨囤這麼多 那到底玩具店 他抽一般館物利潤到底在哪裡 不然為什麼要囤這麼多貨 壓錢在這個上面 不只是一番賞 所有玩具的利潤 你都抓 20%到30%左右 但是如果你扣除人事成本的話 就是剩下10到20%左右 什麼意思呢 這10到20%我不會算啊 意思就是 如果原本一番賞80抽 當你抽到60抽之後 就是他的利潤 也就是說最後的20抽 是他的利潤值 這時候有人就有疑問啊 可是一番賞 有可能會廢套啊 又不一定會每一套都百分之百玩抽 沒錯 你答對了 也就是說呢 一般賞 並不能百分之百拿到20%的利潤 所以為什麼會有很多店家想要作弊 因為他們想要拿到百分之百的利潤 那究竟 我們的玩具店 有沒有這個問題呢 你們跟我去路上 你們就知道有沒有這個問題 看一下 這個是我店裡面歷年來 留下來的殘廢的東西 首先呢 這個跟你們介紹一下 椰子的部分 滑鼠店的部分 小公仔的部分 上面這些呢 全部都是杯子的部分 然後毛巾的部分 這整袋全部都是毛巾 下面呢 全部都是資料夾 兩大蝦 兩大蝦 然後呢 這裡是大畫板 你們看到 吊飾 全部都在下面 他要給你們看 等一下我坐 你看看 有娃娃 還是有娃娃 就是說呢 完全沒有作弊 因為我們留了一堆庫存 對我看到論壇上有些人說 真的有店家 願意那個 抽到殘套 然後 少少都隨便都不要 都怎樣子都不要 都處理掉的嗎 對不對 歡迎資訊給我們 簡直就是 慈善玩具店 有沒有 他說真的有這種慈善玩具店 對 好讓我們看一下 主要就是 也堆了我們很多東西 好累耶 那這樣聽起來 玩具店很不賺錢啊 那什麼燕你還要一直做 一番賞啊 那就是因為 我們懂得變通 因為當你 抽到廢套之後呢 我們還有一個方法 可以起死回生 這叫做 廢套處理 基本上連鎖店 他們因為統一的規定 所以他們都會使用 例如說 買衣送衣或 買二送衣 或者是 折扣 但是我不做這種事情 我喜歡玩刺激一點 在我們店裡呢 你知道有廢套的那個 一番賞 我們就會設一個活動 比如說 抽逼送最後賞 這時候大家要興奮了 就拼拼拼拼拼 就是靠這個方式呢 再慢慢的 回收一點 所以就導致說 我們大部分都可以平收 或者小賺一點 就這個原因了 做出心 沒什麼人 我會充當 其他負勤